字幕提供 原文池 然後每天都有一些活動 所以要看一些日報 才知道活動時間 和地點 三樓特賣會 這個時段 在三樓這邊 有許多特賣會 這什麼酒 免費的花生 花生米好吃 我的這邊都可以 我可以喝 OK 宙斯大戲院 宙斯大劇院 等一下有秀的表演 讓我們欣賞 他們精彩的表演 好 只有你才是我夢想 只有你才將我牽掛 我心裡會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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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在酒樓用制度餐 你可以把食物帶來這邊吃 從尾出入也有籃球場 然後我順著船尾往船頭走 可以看到一隻大眼蟲 今天海巷不錯,很平衡 從船尾的方向往船頭看 可以看到一個滑水道 然後也有很多人在這邊曬日光浴 那我要往船頭的方向走 那我要先下這個甲板 來這裡很多躺椅 可以坐在這邊曬日光浴 不過現在大概是正中午 所以有點熱 然後今天的天氣很不錯 萬里無雲 在滑水道下方也有一個小游泳池 那也有一些人在吸水 聽說這邊的水是海水 所以有點福利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那我自己有帶泳衣 但是還沒有打算來這邊玩滑水道 因為剛吃飽飽的 然後先敬各位 那先說說看 今天是第二天 睡覺目前在這邊的感覺 我們這兩天都是吃九樓的自助餐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糟 雖然有人說不好吃 但是我們都吃的覺得還蠻順口的 然後服務人員 大概八九層的態度都還不錯 但是還是有少數一兩層的態度 不是很好 但是我們要體諒他們 因為畢竟他們在海上工作這麼多天 然後在滑水道旁邊有一個樓梯 可以往上走 到十四樓 上去看一看 今天的海象非常平穩 那上到甲板的最頂樓 應該算是十四樓 這裡是雷達城 那我們可以看到 極致雷達在這邊偵測 那十四樓的腳板這邊就比較空曠 沒有什麼設施 順著雷達往船頭看 這邊就是船頭的最盡頭 所以這邊有做一些透明卡克力服 你也沒有辦法再往前走 帶各位去船頭看一下 這就是船頭的景象了 今天海象真的是非常的平穩 看不出前一天我們剛 前一天的前一梯池的遊客剛經過大風大浪 要玩滑水道的朋友就往這邊走吧 這裡階梯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玩滑水道了 滑水道現在看起來沒有人在玩 因為天氣太熱了 那如果溜下去應該也是 滑水道也是非常的燙 但是游泳池有很多小朋友在那邊吸水 現在的海象很平穩 那時速大約33公里一小時 那我們算是很lucky的一梯 因為雖然我們延後一天出航 但是呢 船長為了確保海象平穩 所以決定延後一天 那當然船公司旅行社有辦退費 大概就是退 本來是六天 那就退六分之一 所以現在行程縮短為五天四夜 沖繩本來會過夜 但是沖繩兩天也縮短為一天 那沒關係啦 反正保持愉快的心情 出遊是最重要的 好我現在要從甲板順著 走到船尾 那我們去看一下船尾的景象 好下到十一樓之後 我們看一下船尾的景象 來這是船尾的景象 其實他的景象不輸船頭 因為船頭被一些忽然擋住了 那船尾你可以直接親近大海 看著郵輪排出來的巨道什麼樣 心情還是蠻舒暢的 有療癒的效果 那今天的海巷真的是很平穩不錯 這是 這是九樓船頭的日光游泳池 前面有一個大雨幕晚上會播放電影 那這游泳池呢 我目測寬大概是五米 長大概是十米 其實不大 但是夠小朋友吸收的 從九樓的電梯往下看 其實九樓的船頭這邊是直通到這邊 應該是三樓吧 然後九樓這邊 它電梯大概分前中後 那前面的電梯呢 比較多大概有十步 那其中有四步呢 是透明電梯 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這個中庭 這個中庭 我猜最low level應該就是三層樓 其實這艘郵輪的指示都非常清楚 有中文、日文、韓文等 所以大概可以顧測這邊的遊客 大概就是這三個國家的遊客 好 剛剛從九樓 九樓其實有一半是公社 一半是客房 那接下來八七六五 應該是說八七六都是客房 接下來我現在所在地是五樓 五樓你可以看到幾乎都是免稅精品店 可以看一下都是免稅精品店 那因為客人對於免稅精品沒有什麼太大興趣 所以就帶各位看一下就好 又有coach 那這邊呢 就是三樓了 所以五四三 所以我剛預估的是正確的 那 現在目前有一個外國人在彈奏鋼琴 那你也可以買著小酒在這邊 邊聽音樂邊喝小酒 在五樓精品店的這一側呢 有三副旅遊的服務櫃台 那這一次呢 高雄團全部都是三副旅遊包下來的 所以有問題的話可以來這邊諮詢他們 好 順著三副旅行社櫃台這個樓梯往下走 就是在介於五樓四樓之間 那這邊可以看到全景 那其實四樓也是精品店 大家稍微掃一下 四樓也是一些精品店 我們去看一下哪些貴位 好 大家參考一下有紀念品店 洋酒店 然後以及 我們來看一下 欸 抱歉 不知道是什麼品牌的 沒有沒有沒有 杯子 衣服 包包 手錶 等等 大概就是這些了 然後我們再回到五樓這邊 再往船頭走 剛才講五樓這邊是精品店 再往船頭 啊呀 啊 啊 no thank you I have one and you have one yeah 好 再往五樓 前面走就是阿波羅大酒店 哇 外面有一個small pit point 好啦 這裡有一個舞廳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大家都坐在這邊休息 嗯 噢,煙味蠻重的,不喜歡 這邊有一個酒吧,如果你有買酒水套餐就可以在這邊買酒 然後就坐在這邊休息 那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就算沒有買酒水套餐 你可以在任何一個酒吧坐著休息,都沒有關係的 這個是五樓的酒吧,提供了酒品還算蠻多樣的 在五樓酒吧這邊呢,旁邊有一個免稅商店 目前是關閉的狀態,所以各位要去參考一下郵輪日報 它就會公告什麼時候開張營業 接下來呢,看到這個通道 過去就是冰淇淋店的,聽說這邊的冰淇淋是必吃 那因為目前還吃飽飽的,所以等一下我再來享用 那一球呢,是美金2.5 目前現場很多人在排隊,你可以買了冰淇淋之後呢 在這邊享用,一邊欣賞美景 那現場呢,也有非常勇美的音樂演奏 過了冰淇淋區呢,接下來就是賭場Pasino 那因為有規定裡面不能拍照,所以我就拍到這邊喔 這個是酒水套餐的價格,大家參考一下 經過了賭場之後呢,接下來就可以看到右手邊的邱比特修行中心 以及這邊有個月神沙龍 但是裡面完全沒有人 不知道是沒有營業還是大家都不喜歡這兩項設施 那我們去邱比特修行中心看一看 這也是邱比特修行中心 我們可以看到都沒有人 但是有鋼琴跟卡拉OK 可能現在是沒有表演活動,所以都沒有遊客來這邊 接下來是月神沙龍 一樣,都沒有人 場地很大 但都沒有人 應該也是沒有人 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 我們邀請您現在前往傳守三層四層五層宙斯大劇院 幾分鐘之後將上演 福朗切斯科皮薩尼的音樂冒險表演 演出內容十分精彩 請您不要錯過 我們在傳守大劇院 大家有聽到吧 他隨時會有活動的廣播 喜歡去參觀表演的話 就可以順著這個廣播的活動去參觀 好,這邊是四樓的船尾 社瑞斯主題餐廳 我們進去看一看 好,目前 是休業中 喔,休瑞斯 餐廳 那這是主題餐廳 那因為現在不是用餐時間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如果你要到 社瑞斯主題餐廳 用餐的模樣 那目前因為是非用餐時間 所以 沒有人 社瑞斯主題餐廳 目前非用餐時間 所以都沒有人 那座位也算是很多 但是晚餐時候要排時段 根據時段進來用餐 那社瑞斯主題餐廳也是免費的 其實都喊在你的船票裡了 好,順著社瑞斯主題餐廳 往船頭走 有一個攀神disco舞廳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沒人 應該 還是沒有在營業嗎 喔,這是他的總控室 那確實是還沒有開始 這是他的武器 那這是武池前方的螢幕 那這邊就是 酒吧區了 OK 謝謝 女士們先生們 再一次掌聲 歡迎 那接下來就要來開始 今天的游人官員大舞會了